重返光荣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赖总统今天的国庆文告 那对比之下 那个男人 他的发言则是让年轻人感觉 中华民国非常的荣耀 以身为中华民国的子民为荣 好 今天韩国瑜的这个国庆谈话是提及了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 美丽台湾是我们的家 中华文化是我们的根 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宝 好 这四句话 就让大家觉得韩国瑜真的是非常的爱国 热爱中华民国的辣个男人 好 另外国庆 今天其实有很多漏网镜头 非常值得大家来解读 那这一次呢 前总统陈水扁 好像是睽違16年 重回了国庆大典 今天也出席了 包含了陪伴跟他一起入座的 是前总统蔡英文 两个人倒是都有开口唱国歌 这个是画面有拍到的 那另外呢 刚才提到韩国瑜有多热爱中华民国 今天呢 除了这个韩总 韩国瑜 他可能目前 现在这个画面 他是在台前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 那对比之下 这个前总统蔡英文 非常淡定的坐在位子上 在刚才 他也在脸书 po出了一个最新的国庆文 但是反而是这个照片的内容 是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刚才提到嘛 其实这边坐的是前总统陈水扁 但是他发的这个照片 不知道是有何用意吗 怎么把人家咔一半了呢 陈水扁是刻意不让他曝光吗 不见了 宁可留这边左半边的空位 明明是一个空的位子 好 这照片的这个取景 好像有被拿来解读 稍微的做一下文章 那内容提及什么呢 蔡英文的脸书说 自己和不同政党领袖 一起来出席国庆大典 代表的是台湾多元民主价值 也象征国家团结一体 这个文章刚才提到 发这个配合的这个照片 但是呢 他说和各不同政党领袖 一起来参加很荣耀 但为什么偏偏 就是把陈水扁给cut掉呢 好 这样的照片呢 时事评论员黄阳明 则点评蔡英文 是在坚持以自己的版面 就是不要跟陈水扁总统同框 他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 就是不想跟阿扁同框 好 那另外国庆大典 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 韩国瑜今天在致辞时 有哪一些谈话 另外他也提到了 虽然在很多重要的国际场合 是无法高举中华民国国旗 但是呢 他呼吁大家 爱自己的国家 要有骨气 要有勇气 今天的漏网镜头还包含了 这个国庆在游行阶段的时候 其实呢 一开始 只有韩国瑜他手上 是有拿着小国旗挥舞的 当时赖清德总统 还有副总统萧美琴 站在他旁边 手上不是拿国旗 反而是拿着国旗配色的 这个两杆毛巾 那最后呢 韩国瑜也这个发挥他 比较体贴人的个性 大概他看到其他两位 是拿着两杆毛巾 他也自然的放下手上的国旗 配合一起拿两杆毛巾来挥舞 但是一回到台下入座的时候 就发现了韩国瑜是再次 又拿起了最爱的国旗来挥舞了 好所以呢 韩国瑜就说 他要让全世界知道 尤其要让年轻人知道 中华民国是存在的 台北市议员尤淑惠也表示 韩国瑜这段谈话非常的好 只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就是完整完美 我觉得今天 韩国瑜的一段话 我真的觉得 你有被打动吗 非常好 那一段话 我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完整跟完美 中华民国是国 美丽台湾是家 中华文化是根 自由民主是宝 其实他已经把所有一切都讲了 你民进党也不要吵了 然后这个珍惜我们自由民主的制度的 我们也觉得很快乐很骄傲 那中华民国派的也认同 对不对 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我们的家是美丽的台湾 那两岸共同的文化是中华文化 但是我们的骄傲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大陆也没什么好不满的 所以你看其实 我觉得会讲话的人 有深度的人 他不用去拖时间演讲 你知道吗 不用像这个赖清德要拖时间演讲 你看这其实就只有几个字而已 六四二十四 二十四个字而已 二十四个字而已 我就说我给他评价就是完整跟完美 没有一个民进党你要挑他的错吗 对岸你要挑他的错吗 我们中华民国派当然更加赞成 他这二十四个字 然后我觉得他也是 我觉得今天两个主角 就韩国瑜把立法院长整个做大 过去的苏家全跟游锡坤 把立法院长整个做小了 其实国会的这个院长 国会的这个leader 在民主国家里面 他应该是跟总统平起平坐的 因为他代表着民意 可是过去的两任立法院长 因为他们把立法院变成立法局 所以把自己做小了 但是今天韩国瑜把自己的这个 拉着跟赖清德样 赖清德在里面 在国庆文告置入总预算这件事情 韩国瑜就在他的这个致辞里面 置入国会改革这件事情 你请你的我请我的 我们各有各自的立场 各有各自要表达的 那韩国瑜也不忘去栓过去八年 你们把国庆办的什么 办的跟什么一样 把中华民国藏起来 这样盖起来遮遮掩掩的 所以他今天要让中华民国 大放光彩 好 国庆这天大家也很感动 朝野放下了对立 大家今天的共通语言 就是中华民国四个字 包含了国民党汪小林 他也说非常的感动 好久没有看到国旗飞扬的场景了 网友也说了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普天同庆 家家户户都应该要在这一天 挂起国旗 之前被解读 应该是这个所谓台独理论的大佬 这个林卓水 其实今天也在脸书 他各自截取了赖清德 还有韩国瑜谈话的重点 他说赖清德今天提到 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驱逐 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 那他统整一下认为 今天这个赖 两个人的谈话有个共通点 那就是两个人都有坚持 扛住中华民国走向国际 但是这个林卓水怎么解读呢 他说真的是满满孤成孽子的情怀 看到林卓水有这么孤成孽子四个字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他的意涵是什么 其实中华民国没有被放逐 我们还是坚持扛住这四个字 另外这个国庆大典 今天还有哪些动感的一刻呢 包含了这个七架雷虎小组的AT3教练机 喷出了红蓝白三个颜色的彩烟 低空飞过了总统府的上空 还有非常卡娃威的就是三军的冲气人偶 今年是以职棒大联盟主题曲 带来了非常动感的舞蹈 那这个台湾最高峰玉山 今天也插上了美丽的国旗 好 称赞这幅美景 让人感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围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